这个叫什么?我看啊 劳山白花草蛇 不对 劳山白花蛇草水 走了 走了 去哪 你不知道去哪啊 我觉得我们去爬山是吧 嗯 爬什么山 劳山 太好了这个天气 这是我最喜欢的天气 是真的是春天的感觉 不冷不热的啊 对啊 特别舒服 青岛天气好的时候挺不一样的 是的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就是感觉就是像德国的春天一样 好好好 终于到售票处喽 这么大 像一个火车站一样 这里边太大了 太大了 是啊 哈哈 同样是5A级景区 安山的千山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我的想法 安山就只有一个门 对啊 只有一个门 就反映 反映 反映 飘着进去 大家觉得这个安山的千山和 青岛的劳山哪个更有名 好好好 谢谢 两个人 240 今天我们走的是这条线 到这个山顶 还有另外一条线沿着这个海边 这样走 这个听说比较简单 看这个水 又绿又清澈 现在就开吃了 只是一点点 吃啥呀 大腰果 你给我尝尝 要学神仙 佳和飞天 电视正经妙不可言 定要到老山去学 哎 又看神仙传 这个山还有锁道啊 你可以花钱坐这个爬上去 但是你也可以不花钱自己走上去 你怎么选啊 自己走上去 当然了 我从来没见过有一只山羊做锁道 我以为会是那种很难走的山路啊 但是它是铺的挺好的 都是楼梯 我感觉在中国总是怎样 在德国爬山不一样 德国都是就是野的 对不太修这种路 中国都修的挺好的 看来这个票钱没白花呀 累不累 还可以啊 看看你的席率是多少 123 这挺好的 这个就是最减费的一个 我平时跑步的时候太高了 有时候160多 我现在是150了 150了 你慢点 这样一个大石头就倒不了了 那边有小狗 怎么会 野山狗 它吃 吃草药呢 来 过来 吃了 吃了 怕 好了 你看山上那个石头 太吓人了 是啊 这个要是滚下来的 没有地方跑啊 你只能用仙树把它再顶回去了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上面的仙人 其实变成它们了 对 它是假装是一只猫 其实你要学仙树 要跟它们学 哦 你看 它被发现了 它就跑了 嘿嘿嘿 太高了 太吓人了 你不是山羊吗 怎么还会趴这些 趴高的山羊 看那 没事我扶着你 我扶着你 没事没事没事 慢慢走 慢慢走慢慢走 还行 这个下门不太高 只是前面看着比较高 我推着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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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马 你是马 走 现在开始给你尝点这边的神仙水 水啊 水啊 会有什么味儿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个传说中是中国最难喝的几大饮料 这个你给我打呢 谢谢啊 我一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的 这个叫什么 我看看 劳山花草舌 不是 劳山白花草舌 这也太难读了 这两个有一个是加强型 一个是普通型 就是有一个味儿大一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应该不会太难喝吧 你们喝过吗 谁喝过 在丹墓里面扣一个银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味儿啊 为什么 我以为你会觉得好喝 真的难喝啊 真的难喝 我也从来没喝过 就是多年以来 一直在网上传说这几样的东西 像夏天铺的凉席泡水 好 看看这个买的时候 那个人说这是加强型的 好像味儿更大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味儿更大 这白瓶我刚才喝了 这白瓶我刚才喝了 更难喝 草席味儿更大 这传说不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难喝 不喝了 洗线放在包里吧 哈哈哈 一会儿再说吧 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要去吃自助了 对对对 嘿嘿嘿 拜拜 拜拜